大家好,今天來試玩一隻真生夢霧,所以起源的體驗版 近期在Steam上可以下載給大家試玩 所以我就下載試玩一下 其實我已經玩了第三次 因為我上兩次拍了一條影片,但這條影片有點問題,所以我想多拍一次 而且這個遊戲原本我是想在直播中玩的 但因為網速的原因,所以我就玩不到,玩就玩到,不過畫面上就不太好看 所以我就為免大家的眼睛著想,錄影 這個體驗版你可以看到,它只可以玩一關 這裡不特別看 這個位置就是選擇難度,有分休閒、普通和困難 我們玩困難,然後就可以開始 為什麼教學呢?教學就應該不太需要了 好 那說起這個真生夢霧,其實我很久很久以前玩過,之後都沒有玩過 因為其實真生夢霧,去到第五還是第六 那個版本感覺上我不是很適合玩 而且我覺得不太喜歡玩過版本,所以之後就沒有玩過 然後看到它最近出了體驗版,我就下載來試玩一下 這裡我們又直接跳過 其實我玩過也第三次,所以其實大部分的關卡我都體驗過 這遊戲呢,都可以講給大家看 這遊戲其實我覺得挺好玩的 不過如果是困難難度,其實真的很難打 待會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還有一些細節,我覺得做得挺好的 就是呢 這個不單純是一個無雙的遊戲 其實給我感覺像一些要依靠戰術 會更加好贏的一個遊戲 好,這裡可以看到他們談一些這場戰役的戰術 我不知道正式版這個戰爭會議 這個軍議 會不會可以有改變還是固定的呢 如果它可以改變其實是不錯的 好,直接就來這個戰鬥準備 在這個戰鬥準備,可以有不同的武器可以選擇 總攻擊,這裡我想應該不需要加 這個寶玉呢,我覺得可以改一下 因為大家預設就是這個真空玉 我自己就想試一下用這個 湧水玉 這個就可以回血 我們用這個轉變劍 可以反擊 好,然後裝飾品這些 直接加攻,沒什麼特別 馬匹 馬匹一個應該是發生衝撞 一個是攻擊 這個部隊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它一些戰術的東西 你就可以在這個部隊 選擇不同的戰術陣形 你看到有什麼齊射突擊 這些 其實就證明 這個遊戲除了無腦角草之外 你也可以玩一些戰術的東西 不知道是今代才新增 還是以往已經有 我是挺喜歡的,老實說 好,不說這麼多 立即開始給大家看 先改成宣上香 好 OK,我們出發了 這遊戲的畫質都OK 都OK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直播不到呢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的直播現在網速 很多局限 所以大家看到我直播的次數 就比以前少了 好 你看到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無罪 你可以直接射擊它 然後可以立即打它 先反擊它 好 等等 按鈕又要重新設定 按鈕 先看看剛剛 OK,可以了 好 好 給我感覺 其實它像是一隻 很注重單人對戰的一個 無傷 其他的小兵 其實你可不可以說 不是那麼重要呢 其實都可以這麼說 其他的小兵的作用 主要都是為了削弱 削弱武將 即是敵軍那些 講的 自己那些就可以玩戰術 當然他們那些都可以玩戰術 好,我們避吧 如果你沒有避到 你可否看到我的血量 扣得多少 扣得很快 扣得很快 那些血量 很神經病 好 你 收工吧 好 搞定 就可以了 立即可以叫一隻馬上來 好 這裡就是他們的據點 只要打夠一定是數 應該是說上面那條 那條叫什麼 士兵 士氣 但是他士氣一跌到零的時候 他就可以搶了他的據點 不過這裡有一個人 所以我們沒辦法搶他的據點 要先打這個人 準備 瘦死 死了你 去 玩我其實挺順手 我覺得這些無傷類 那些角色 最重要是說順手 如果你不順手的話 玩什麼都搞不定 最重要一定要是順手 好 想打我 你這些位置 如果你沒有避到的話 其實對你都很大影響 扣很多拳 那些兵仔打人 就不是十分痛 但是那些武將打人 很會痛 痛得很離譜 好 來啦 然後這隊又有另一個人 我們 撞他 好 我們把所有戰場上的武將都收走 這個感覺真的是一隻 很著重單打單對戰的一隻 無傷 其實算是做得不錯 老實說 他這個不戰鬥 收起來 搞定 先吃個包 左下個 他有一個物品難 物品難 吃了就可以回血 然後就可以直接走 這裡 還有他的敵人 敵軍的難度 其實也挺難的 不是像一些弱智難度 就算搞困難 他都站定定 讓你這樣屈肌 不是 他是很... 怎麼說 你是稍微反應不及 那些呢 你就被他 打中了 然後扣血 嘩 怎麼會就死了 讓我來幫你 這些 這些 重武將 就是傷害極高 那些 很麻煩 破盾 破盾可以 所以... 他有一個收擊 那這個收擊可以 打他 原本呢 我都不是說玩得這麼熟 後來呢 後來呢 後來打得太多 這裡... 嘩 嘩 這裡中了可能會死 他這個橙色 就是類似於絕招之類 嘩 先搞定 抽到這個董卓君勇章 名字都沒有過 真可憐 就是一打一BOSS 然後你要避到一些關鍵的進攻 這裡這麼多人開招帶 OK 又有收擊 收走 這個 你看太多人了 然後... 嘩 既然這裡這麼多 我們可以試一下 玩一下這個戰術 這裡呢 我就用齊射 就可以叫附近的友軍 進行一些戰術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有頭有臉的將軍 什麼事 先避一避 這裡 剛才說過這些大鐵鎚 就是重輸出的東西 好像這些... 這麼... 三個武將站在一起 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有危險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裡已經打得很辛苦 因為武將太多 好...這裡呢 再開招技 好... 立刻抽擊他 要好好利用這些技能 要不然就太...太難打了 這些... 要不然靠... 靠...靠什麼普攻呢 真的不用再贏 靠普攻 好... 之後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那些什麼寶品 你看到我... 這個操作呢 是真的有差不多的經驗了 因為實在打得太多次了 有個位置... 有個位置... 我打了很久 有個位置呢... 可能一個武將都打了一整個中 所以慢慢就斷斷了這個技巧 一新技巧 關於孫堅和王蓋 這裡呢... 有些武將在這裡 但我們可以不用理會 不是應該要打... 打這個 咦...他反擊 稍微看到有些不對勁就立刻打了 要不然被他反擊到呢... 我就重傷了 咦...一定呢 嘩...很多戰羽啊... 那些血不斷扣了 有加血非常好啊... 200人 嘩...那個兵仔要捉我 先清一清兵吧... 我覺得這隻最好就是這樣清兵 你又沒有... 敵人又打不到 接著你又可以無限地打 非常之好的清兵技 咦...是不是有個將軍在這裡啊... 戰令不到呢... 哦...對...那裡有個李蒙在這裡 咦...那我可不可以不斷拆這些人數呢... 應該可以的 因為以往無傷呢... 其實都可以不斷打... 打這些敵軍 只要那個據點不佔領呢... 他就可以不斷拆的 這個血... 非常之好 但是... 但是沒有啦...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 血量... 在哪裡啊... 去到哪裡啊... 在這裡... 撿雞... 哈哈哈... 搞定... 好... 那就全制壓啦... 接著就可以走了 不知道為什麼呢... 下面那裡呢... 他是紅了... 好... 來... 在地圖上呢... 你看到呢... 他有兩個軍隊呢... 分別呢... 向那個方向呢... 去到進軍的 那...之後我就想走在這裡... 看看他會不會觸發到對戰 可不可以觸發三變甲弓 咦...好像可以啊... 好... 原... 原... 笑... 是吧... 好...出發... 嘩... 他這個是不是什麼... 士氣大真... 這裡呢... 就是他們那些... 敵人了... 但是因為我這裡呢... 沒有士兵在這裡...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做任何的動作... 先鎖掉那個人... 其實最好... 最好呢... 見到那麼多軍隊的... 嘩... 被人撞走了... 就是這些... 你呢... 一不看著... 那些武將的攻擊... 你就... 本大機會被人撞下去... 嘩... 被誰打啊... 都看不到啊... 所以... 所以我就是覺得... 這個角草遊戲呢... 如果你... 敵人多的話... 嘩... 不... 不... 我先跟我們的... 自己有回合... 才... 不然我怕死... 嘩... 這麼多人... 但是... 看到呢... 他有個... 接受華雄的單挑請求... 我... 絕對不建議打這個單挑... 因為我不太熟悉他的技巧... 其實都可以的... 一會兒... 我們先去清兵... 這個位置... 其實可以直接開招大... 這個呢... 就不是普通... 就這樣奧爾一招技... 它是一種類似變身的東西... 就可以增加這個... 或者... 總... 總特擊... 這個呢... 就是增加你的攻擊範圍... 嘩... 搞什麼啊... 嘩... 好... 左上角... 這個總特擊... 你看到呢... 他是... 只要... 打了... 即是怎麼說... 他剛才呢... 就是... 當你打夠500個人... 他就會暫停他的總特擊... 嘩... 很多人躺下... 嘩... 瘋狂覺草... 哈哈... 瘋狂覺草... 喂... 對面又有戰術了... 看到了... 堅陣火矢... 董卓君智障... 向我軍不斷射箭... 我們要過去弄一弄他... 其實真的很亂... 但他打... 我們要避一避... 兩下應該... 避... 還有兩個士兵... 很混亂... 嘩... 嘩... 所以... 所以這隻無傷... 他不可以就是... 你看到一大堆軍... 然後你殺敵進去... 他也是要你... 怎麼說... 慢慢去到突入他們... 慢慢清兵去打... 嘩...我就死了... 先吃個藥... 嘩...很危險... 神經病... 嘩...我就死了... 先解決他... 收擊... 好... 然後我應該不會死的... 我們先清一清兵... 呵... 清一清兵... 回一回他... OK... 搞定... 你吹的大軍團... 以瓦解... 好... 再牽法... 嘩...又打人?! 嘩...後面也真的有打人... 收擊... 搞定一件... 好...這裡搞定... 到後面... 這個什麼水啊... 一路騎著馬... 你這傢伙... 嘩... 這傢伙... 這些冰仔... 你看看... 打得我多痛... 哈哈... 這些其實都算是... 一些小的冰仔...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要回去拿個包... 因為真的... 回不及了... 我們回去拿個包... OK... 搞定... 然後可以走了... 他說什麼單挑... 我們就不要跟他玩... 你這傢伙... 我們現在這麼多人... 跟你單挑... 睡醒了... 老友... 這下... 所以這個... 戰術呢... 非常有用... 很快就可以瓦解對手的防守... 好... 看... 好像在這都是...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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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老友... 你打了很久了... 終於死了... 好... 華紅... 下一個... 到這個... 所以其實是玩圍偶,雖然他說他就是一個無傷,但這個玩法絕對不是被你一個人打完一堆人 當然如果技巧夠強,其實可以做到 不過現階段我覺得應該比較難 考慮到他現在這一關都已經這麼難打了 被什麼打中 這裡開大洲 避不清,這一刻有被你一半 又被人打中了 好,這裡開大洲 看看要做什麼 打人 死 好,死了 這個李吹最後一個,搞定 你看我玩好像很容易玩,但其實也不是這樣 因為我玩過第三次 我每一次大概玩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所以我大概這個遊戲玩了差不多接近三至四個小時 三至四個小時 這裡呢 經典音效出來了 就是這個 就是這一關我打了差不多一個多兩個小時 呂布 來了,這裡立刻要避 他這隻就是呂布 你看到很多士兵 瞬間就可以把我們的士兵收走 這個開招大一點,切他幾 當他發色,發這個紅光的時候就立刻要剪掉 如果不是呢 有一點麻煩 立刻要剪掉他的技 好,來 避,這裡有多少次 我有機會死 這裡 有機會死 OK,只剩一滴血 哈哈 只剩一滴血 好啊 哎呀 真的 你看到呂布一出 你看到我的士兵沒有了 我們的軍隊 只剩一些雜魚在這裡 哈哈 其中一個雜魚躺下了 所以我就是在這個呂布的調教之下 就得出了一新的好本領 所以那些Support Man動畫呢 其實是對的 那些訓練呢 就是找些 找些隊友跟他對打 等你慢慢訓練 這裡先打了一下 他會觸發這個戰鬥的動畫 這個呢 他的動畫就是捉人 他捉不到人 然後我們就可以打他 他捉到我呢 我就只剩一滴血 這裡打他 CUT了幾個 好 你看到他的盾呢 其實也挺厚的 CUT了 順便關個包 補一補一點點 他這個應該是爆氣 對了爆氣 這個就擋不到 這一刻爆氣 他不忘我 竟然這麼大膽 CUT了 不是CUT的就這樣打 避一避 鎖擋 打他 避 哇 要吃掉他了 我覺得不是妙 這樣也中 過分了 我們跳上去不要被他打中 兩下 兩下都是一個方天畫擊 追擊 被 再 打 喂 差點被他打死我 然後再追擊 好 這個被 OK 你記得只剩下我們兩個 哈哈 打到最後只剩下兩個 打 這裡走 開大 CUT了他的技 這裡是 這裡是吉人 好 抓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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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支撃 你 追擊 再打 走 開大 哎 其實我還有一個大藥 吃完大藥 OK 立刻絕望了 呂布 看到我回血 看到敵人 無端端滿了血 有沒有絕望感 呂布 打多幾下之後再收擊 做個重攻擊 追擊 這裡就避了 開技 我們走 不要被他碰到 哎 糟了 差點出事 因為他很近 他的箭打 兩下 糟了 哎呀 差點中 哈哈 這次還不死 搞定 因為我打太多次了 所以這個呂布 我大概已經知道 他的攻擊模式是怎樣打 還有知道怎樣剪他 最主要就是 你要用奧爾去到 有些時候 如果你是沒辦法避到 他的絕招的時候 你就要用你的奧爾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奧爾 正常那個 術語 總之就是 開技 開技防止他的攻擊 擊敗 時間就是2分48秒 有關武將生存數是一半 其實很難 應該很難做到 是34-34 是 那大家剛才 那個片段 就是那個畫面打 裏布 的時候大家可以體驗到 這個遊戲 你是需要回避很多的 一些 招式 一些攻擊 如果你回避不到 你好像剛才這樣 一發 其實 就很大機會就死了 好像裏布剛才那招 射箭 你如果避不到他第一箭 你可能中了第一箭 第二、三箭 其實都有機會中 還有有一招 地下會爆些紅色氣出來 那招 那招 那招就是你擋不到 這個遊戲有防禦 但是 你防禦是防不了那招 所以我死了 在這招 死了差不多接近 十幾二十次 我大概 總共 這招遊戲 差不多三至四個小時 應該死亡次數 接近 六、七十左右 甚至一百 可能未過一百 六、七十左右 因為剛才 你看到 還有剛才 有一件事 忘記了說 當你戰死的時候 他可以跳回去 上一個橋段 可能上一個 過場畫面 就是 就是 剛才 呂布出來那一刻 他就不用你重新打過 我覺得這個系統 相當之好 你就可以 不用重新打過 還有你可以選擇 你喜歡的位置 去到 載入 載入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一個系統 接著就是 由剛才那個 裏布的戰鬥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 他 對於 單打單 的 戰鬥系統 其實都很講求 一些細節 一些閃避 一些攻擊 各方面 所以他就不是一隻 單純 無雙 無雙 角草遊戲 因為以往的角草遊戲 我相信大家無雙就是那種 不斷打 士兵 不斷打 對 打各種不同的技能 刷 角草 然後打武將的時候 都可以誣摩他的機 這一個呢 這個其實你也可以誣摩他的機 但是你也相當有技巧 你可以說完美地誣摩他的機 你要多給很多的招式 所以我就說這個遊戲像是一種單人的戰鬥模式 好像Dark Show那種的打波士模式 就是遇到他,如果你閃避不到他一些特定的技能,你就會死了 然後又有另一樣東西,就是他有這個角草 角草非常爽,你看到 基本上那些士兵呢 他們對我們的威脅其實就不是完全沒有的 但是可能相對地小一點,就是用什麼戰術啊,什麼突擊啊,什麼弓箭啊 有兩個戰術我未玩過給大家看 第一個就是突擊,直接衝前去 直接衝前去一個戰術,另一個就是圍 一個包圍的戰術,衝前的戰術就可以直接衝上去 對敵人造成一定的傷害,然後擊飛 然後包圍戰術就可以包圍特定一個人的武將 這樣就可以造成一定的傷害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 他很多方面都有一些可玩性 都有很多可玩性 所以總括而言我覺得這個遊戲 都算是好玩的 都算是好玩的 到時看看他發售的時候 會不會再買回來玩一下 不過就很遺憾地沒有辦法直播 因為剛才都說過 現在我的直播網速其實是不足以我去播到 這麼高畫質的東西 就是了,尤其是這一種 錄影其實都可以讓大家看到一些畫面的細節 即是看到畫面的清晰 但如果直播就應該不行 OK,這次就玩著這裡先這個體驗版 真的